成都的美食基本都藏在环境不怎么样的地方 在琉璃路往外走的小路上 就藏着一家我捂了很久的苍蝇馆子 因为尽管它默默无闻地开在这里 每天晚上也需要排队 或者来之前先预定 不然就只有干等 手机围好好多 你先给我手机围好 别人今天拿新啥子 新 很多人问我为啥吃的 店面的外观看起来跟普通的餐馆没有什么区别 可当你进入店里确实别有洞天 店里大部分的餐桌都是在帐篷里 如果不是那一圈并不太明显的栅栏 有一部分的餐桌甚至可以说是在草地上 而店里最震撼的是这个开放式的厨房 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几十口大铁锅 整整齐齐地码在架子上 这些都是可以预定好了的锅 因为我们这个选煮要煮半个小时 老客人都晓得打电话来先提些定号 这个煮的酒二锅也没得位置玩了 分大中小份 尤其加肥肠 尤其加了素菜的 吃了不够啊 自己加两个素菜差不多 忙的时候好几口锅一起炒 四川人说有柴火机的柘子 东北人说有铁锅炖大链的赶脚 而老板却说 我们这个主要是 以前我开了广东的烧火 根据这些都是无法盖起来 才会拿到成都来开发的那个味道 店里的特色是火焰罪鹅 这就是烧 就是厨精 烧鸡 焦炉 要烧了一分钟 在味道各方面菜品啊 炸的这些都比较合适 我们都来很多次啊 吃一菜来 所有的菜品全是新鲜的 有四回 大概一片 然后水一大一口 好吃八十 好吃 好差啊 八十 要得 因为位置太偏 一般人找不到 好多客人都是朋友介绍来的 基本上吃过一次以后 下次又会带着别的朋友来 想知道这家店的地址吗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们 撕心你哟